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頻道的羽毛球教室 上一集教了大家如何做一個基本的單打步法 教了大家如何做米字步 收到不少觀眾朋友留言 就說想學雙打的步法 所以今集我就會跟大家講解一下雙打的步法和走位 其實雙打的步法都是由我上一集教的單打步法演化而成 只不過是速度和跑動範圍和打完球後的跟進都會有些不同 單打跑動範圍就會多些 雙打的節奏就會快些緊密些和拍檔配合 現在就講一個雙打最基本的進攻走位 假設我正手往前放著一個網的時候 假設對手要跳 即是升球 我們就會在一個進攻的位置 這個時候我的拍檔就在正手的後場做進攻 當作是倒球或殺球 而前面的人就要站在直線舉起板封網 同一個道理 如果我們在反手的網前放著一個網 假設對手又升球去我們的頭頂後場 前面的人都是舉著手然後封直線 要注意到網前封網的人的位置 千萬不要太前太近的網 否則有時會反應不及對手的抽球 大概的站位就在前面的發球線後少少 剛剛說這個就是雙打最基本的進攻站位 就是伴侶在後面攻的時候 網前的人就封直線 當然去到一些進攻的程度 就不一定是完全封直線 都會根據每一個球的不同的情況 或者網前後場的人判斷 去做一個不同的站位去封網 然後就會講一講防守的走位 網前的人要升球的時候 假設我在正手升球 然後我就會在同一個方向移動直線 防守的時候的位置就是每人守回半場 同樣道理 如果網前的人在反手挑完球之後 我就會退回直線的半場 然後拍檔就會拉開半場的位置 就準備每人一邊做一個防守 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 究竟雙打開完球之後的站位是怎樣 加設我們網前的人 做一個開短球 短球即是開對手前發球線附近的位置 我們開完球之後 都要做剛才講解前後進攻的站位 前面一個風翻往前 我保護範圍就是我身體的前半部分 如果球過了我的人 就是後面的partner去負責 所以後面的人會保護中場和後場的球 如果網前的人做一個發後場的球 代表球向上升 我們開完球之後 就會做一個防守的站位 因為球在上升 所以我們就要分開每人站半場 就準備做防守 我們現在分開兩邊做一個防守 當我們任何一方找到一個機會去擋網的時候 例如我在這邊擋了一個直線 我就要做一個網前跟進的直線 然後就封網 同一時間拍檔要移回到後場 補我的後場 就會做一個我們剛才講解過的進攻的站位 如果我在同樣道理 我在這個位置擋了一個對角的網 其實我也是要上對角 去跟進一個對角的網前 鋪回網 同一時間partner都會移回到後場 補回後場的位置 都是做一個進攻的站位 這個情況就是我們升完波之後 當我們做一個兩邊站的防守位置的時候 這個時候對手打一個中正中間的平高球 這個時候通常都是正手的人會去做這個波 我做這個拉開的時候 另一個拍檔要回到前面補位封網 但是有些特別的情況是 有時候我們可能和拍檔是左右手的配合 有機會中間兩個都是頭頂 或者中間的位置兩個都是正手的話 就要大家一個模合 看看哪一個後場的意識好些 就要談好可能那個情況 就會哪一個人移到後面多些 一個很常見的錯誤 就是很多朋友做完一個在網前跳球 升球之後就會留在前場 其實很危險 對手如果殺下來的話 前的人很容易被人打到 同時你的拍檔在正中間後場 他保護的場區就很大 因為相打的場區比單打更大 所以我們挑完球之後 一定要做一個滿人站半場的防守位置 很多朋友經常會做一個錯誤的步法 就是在對角上圓網之後 然後一升球之後又退回對角 這個時候其實很容易跟後面的拍檔會撞在一起 而且你在網前升完球之後 其實不會有很多時間給自己防守 那如果你再退回對角的話 那你就會趕不及去跟著一半球 記住在向後的直線 退回半場而不是向對角 那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雙打的摺發球的時候 都會比較消極一點 那些球都會向上跳或者升球 其實我們從發摺發開始都很重要 那我們摺發球的時候 都會盡量爭取一些進攻的機會 主要以放網 推半鐘場和平推後場為主 記住一截完之後要舉辦準備 有時候如果真的不夠時間 你真的挑了球 那就要做一個退後直線的防守位置 那拍檔都會拉開半場 就有每人分開半邊場防守 其實有些小練習 是可以加強你在雙打場上的走動 就是有中場的兩邊跳殺 因為這些球其實很多時候雙打都會用到 雙打的球速比較快 有時候我們未必可以做一個基本的步法去接球 有時候可能想搶一些時間 就會做一些側身兩邊起跳的動作 然後我們做一些雙打的步法練習的時候 記住要有一個想像力 你要想像你真的在打球 真的要很努力去追每一板球 如果你的人很鬆又不發力的話 那到真的打球的時候 其實你是用不回那個力量出來的 而前場也可以做一些封完網之後 立刻舉辦準備再做封網的步法 你看到那隻腳其實都是很緊密 準備得和跟進得很快 大家只要做多些練習 多些和你的拍檔去做配合 溝通多些 那很自然就會打到你們 專屬你們的雙打方 那我剛才教的 只是在一些基本的進攻和防守的位置 那到他做一些進攻的程度的時候 都會因應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波路會有不同的改變 最重要就是和你的拍檔去學會怎樣配合 雙打來講溝通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那有時在場上有些球 可能不知道是哪一個打的時候 都可以出聲說是你或者是我的 有時場外都可以大家聊一下打法 配合走位 那都可以利用你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做一些不同的走位的配合 那些小小的雙打小提示 那就是兩個人在場上配合的時候 記住保持一定的距離 還有要保持著這樣移動 那些人就覺得我拍檔打球的時候 那我就不用移動了 那就沒有做一個思想和動作的準備 那到突然之間有球來的時候 就會反應不及 那所以我們打雙打的時候 都要習慣覺得每一球球 都會自己是有機會打 而且會因應回來的球 就會不停地移動 那千萬不要站在一個位置 如果不是你的partner 都會很難去配合你的 好啦 今集就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video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鈴鐺 那就可以第一時間看我的影片 下一集再見 拜拜 了解 欣賺 嚇